欢迎回到Irene幸福相谈的所 我是Irene 陈爱玲 今天是小年夜 小年夜要做什么呢 除了可以做自己开心的事 放松的事 当然也要回想一下 在未来这一年 要做一些提升自己幸福感的事 这是我们的雅艳老师 爱玲好 大家好 新年要好 对 雅艳老师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又等到了放假的时候 可是经常我们总是越放假越累 这是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放假越放越累 是因为人想要把放假的时间 做最大化的利用 有那种强迫性的一种 叫做物尽其用的那种心态 就觉得说放假的时候 每一分钟每一个什么都要拿来 做一点什么事情 然后就开始计划 对不对 然后要去旅行 要去什么 要去拜访朋友 要去跟谁碰 把那schedule弄得满满的 于是你就会发现到了 你反而更累了 对不对 就是说你心中有一种那种 好像就画那个酒空格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放假要分成九块的话 我每一块我就把它填得满满的 那于是就是说 每一块你都要做到的话 那其实就好像做功课 非常的累 那怎么样才不会这样子呢 我们就是避免做太多的承诺吗 对我觉得不要去压迫你自己 就是说不要就是有那种 叫做一放假的时候 就是要有补偿 就是说我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做片了 才叫做对得起我的假期 你对得起假期 最重要的就是说 让你的身心彻底的放松 那如果是要去安排旅行的话 最好前后都有一些空档 不要说明天要上班了 今天才回来 明天上班 今天晚上落地 对不对 回国 那真的就明天上不了班了 是不是 然后就是说掐头去尾 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些些自己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不要就是说 把那个假期像塞什么东西 把它塞得满满的 那通常会让人 就是说身心都非常的困倦 对啊 那还有人 他选择 当然不一定是出国了 他在台湾 或者在自己家里 过一个叫做 我觉得这很好玩 叫报复性的 报复性劳业 对 他说平常 我想要追剧 没时间追 我就给他追个彻底 其实这不一定是 只有放假才这样做 很多人也是 周末都会这样做 是 他就是一种 他就是一种日常生活 常态作息的 补偿嘛 就是说平常我没有办法到12点 一点都不睡 对不对 那所以一旦放假 我一定要来一个彻底的补偿 我相信每个人都 应该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吧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补偿会让人非常的累 但我觉得他写的 这个报复心态的熬夜 我觉得非常的 这是心理师的说法 他说这是一种 报复心态熬夜 所谓的为什么叫暴复心 这个还有日文的 暴复心熬夜的爽感 其实来自于一种补偿心理 对 是属于自我防御机制的一种 这个暴复心熬夜 是一个新的词 对 就很多人因为白天工作太多 太忙了 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间 是啊 没有错 然后呢 说觉得遗憾嘛 你就要去弥补这一天 你不能够完完全全 随心所欲的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到了晚上 你就补偿你自己 对不对 但是因为你熬夜 于是你第二天就更累了 所以这就变成是一种 恶性的一种 过度补偿 就是一种恶性的生活的 一种作息的训练 其实我必须要自首 因为我是超会这样子的人 我就是每天每天都 晚上都要做报复性补偿 可能我不知道这叫 报复性熬夜 我就觉得我自己 是要保留一点时间 给我自己 因为每天 就是真的从早到晚 然后相信除了工作上的事情 还有处理家人的事情 包括我处理这种各种 我觉得是好像写稿啦 或者是有一些资料读啦 就会觉得都是好累哦 都到夜里去偿还了 那晚上呢我就 终于可以relax 没有人吵我 没有电话 没有 就可以做很多事 是 可是那就是 怎么讲的 那种错误的循环开始了 我就开始晚睡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很疲累 然后就啊 生产力很低 这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过新年的时候 最常会发生的症状 就是说过完年以后 很多人普遍都就觉得 上班的时候自己吃不消 就觉得更累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当你在过年的期间 如果你常常熬夜 因为你想明天不要上班 放长假 你就连熬了三四天嘛 对 然后又跟打牌啦 然后看电视 然后看连续去追剧 然后跟朋友聊天 他说结果就最后会造成一种 叫做social jet lag 就是时差 我们本来是坐飞机才有时差 换国度 但是他说有一个叫做社会时差 就是说睡眠障碍科的医生 曾经听到他们讲 就是说这种social jet lag 有的时候非常难熬过来 就是说因为你每一天 就是说都overuse了四个小时去熬夜 那你以为说你周末补一下 就补回来 他说但是实际上人的身体 是不能够用一天来改变你 五天的生理时钟 因为你五天你都熬夜了 对不对 你生理时钟上已经有时差了 所以有一天你忽然就说 那我要把这个这几天熬的夜 都把它补回来 其实他说jet lag是 我们坐飞机的人都知道 jet lag回来要两个礼拜 都补不来 而且越来年纪越大 他的时间越来越长 对所以他就说熬夜 尤其在放这种新年长假 这种春节假期的时候 就是说大家最怕的 就是说你通宵熬三四个月 你其实已经有social jet lag了 对不对 那种就所谓的社会时差 一时半载 就是说你上班以后 你其实是很难把生理时钟 快速的调回来 那大家也不要以为 就是说你周末补一下子 你其实就补回这一星期的困倦 其实没有 是这篇文章 他说他是从简单 林安如写的从简单心理的网站上面写的 他的标题叫做当我熬夜到两三点 才觉得真正拥有生活 其实真的太好了 常常觉得真的是 我要拥有我自己生活 就必须要这种用熬夜的方式 那我一直以为说 不是很多人喜欢这样 或者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几乎是每一个人 对 他没有说每一个人 我觉得这几乎是每一个普遍心理的 他说有一个叫做 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联合 2017年的中国青年 睡眠状况白皮书 我不晓得说中国应该可能是对岸的 一个做的调查 他说有25.1%的人会有这种心态 常常就是因为熬夜的原因是不想结束这一天 对 因为他还有很多的心理想做的事没有做 而且晚上当你就是说 全然的控制自己时间的时候 你那个自主性 还有那个成就感就很高 就是说你争取了三五个钟头 做了很多白天 你不能做的事 于是你就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大的回馈跟满足 起码你觉得自己对时间有了主控权 对啊 老师刚刚讲到那个social jet lag 就是社会社交性的视差 他这里还有一个叫做睡眠 他的后遗症叫做慢性睡眠问乱 Delay sleep phase disorder 他有个英文名字DSBD 就是睡学名 睡眠相位后遗综合症 对对 也就是说你每天都 你每天都晚睡一个钟头再养个钟头 渐渐它就变成一种睡眠问乱了 对不对 就跟你白天的作息 还有就是说整个你该睡的时候 你没有睡 然后你就变成周末的时候 就是说一致性的来补眠 那其实都会造成 就是说渐渐造成睡眠的一种混乱的状况 对啊 他其实就是会影响到的 还有第二天的睡眠的 那个疲倦 疲倦怠感 还有就是 有时候就是生产力会比较低 刚刚讲到脑子会 我就不清楚 然后还有皮肤老化 黑眼圈等等 是啊 这个其实是应该有机会改变 要给他改一下的 我是对我自己讲 然后他说他提供了几个 我觉得这个方法有用吗 我说来大家来参考一下好了 我都觉得不见得有用 他这个简单心理的 有提点了四个小步骤 可以试试看 他说因为我们要掌控自己的生活 不要用那种暴富性的熬夜 来好像控制自己的生活 还有第一个 他说请你点一个奢侈的下午茶 平常我们都觉得 这个下午茶好像就是 等于是特别的嘛 所以他用这个来代替 满足我们的心理啦 第二是偷偷做一点学校 或者是公司里不允许的事 我怀疑是什么 我想了半年还是想不出来 什么叫学校或公司不允许是 你要上学的时候不能吃零食 你在家里可以大量的吃零食 不能吃甜食 那公司会禁止什么事呢 那公司就是不能允许 你就是坐在那里 没脑的滑手机 你就在家里没脑的滑他一下 好像好好的滑 大胆的滑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老板忽然在后面出现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走 没有什么成就感 可在公司毕竟要偷偷摸摸 虽然说你现在可以放在桌上 放在床上 放在任何地方 用力的滑好好的滑 然后不担心老板忽然出现在你的背后 这都是 还有第三个就是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 我想也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的工作 的步调当中独处 他说比如说去上半 他想的是蹲半个小时的坑 就是上半个小时的厕所 这在公司里会这样子吗 可以吗 这一定是不行的 他可能叫你就是说 在假热的时候 适合做一些 可是你知道吗 老师让我想到 有一次真的是去一个大公司里去 去 去 参观 然后去上厕所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排队排了十几分钟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 这么离谱 上个厕所十几分钟 我想可能是厕所太少了 结果后来我就进去 出来两分钟就出来了 然后后面排队的人就跟我讲 你怎么这么快呀 然后想说 上厕所不应该都这么快 我想他们可能就这种灯坑的那种 满足自己 或者是当成是一种桥节 上班时间的 还有第四个 就叫提前两个小时 刷牙洗脸 完登上床 这是我觉得最不切实际的提醒 不过听听 试试看也无方了 我们也总是所有的方法都要试过 因为人家说刷牙洗脸 有时候 你好不容易刷牙洗完脸 你又醒了 可是他这个 其实他这个是一种方法 就是说你提早去刷牙洗脸 一切事情都做完了 然后上床去以后 你就再不要惦记着说 万一我累了睡着了 我还要等一下爬起来刷牙 我觉得这一点 我也是会这样去做的 就是说我always会觉得 就是说把一切准备好 上床去的时候 那种轻松的感觉 因为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做 我要喝水 我要吃东西的 是吗 所以这个是对 我都会这样做 就是说如果我要彻底放松 我一定会先准备 把牙齿刷好脸 那还是请大家有意思的 可以来试试看 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聊